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的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午早 那么礼拜一的台北股市呈现个开高之后 就陷入个载幅整理 那么各位看到高点就在10999点 好像大家很怕这个万一 但是你却看到低点一路往上垫高 各位低点已经一路垫高到10960几点 各位高低点就34点 就如同上回讲 这个地方还在做震荡震荡的右肩 但是今天上涨的45点量有增加 还不够 还不够 剩下最后两三天各位 剩下最后两三天就是上回告诉你的 右肩大概对称的时间点 会落在5月底的上下前后天 可能是5月30号表态 也有可能是6月1号表态 那为什么上回要这样告诉各位 来各位 大盘在低档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会来回补缺口 可是当下没有人相信 为什么 因为你所看到的财经频道名嘴都告诉你 外资一直在卖跌破年限 当时不管是10478还是10500 你去看均线全部跌破 年限跌破 然后外资大卖 结果外资连12卖 但是我说来补缺口 就是来补缺口 站上缺口 大家开始乐观的时候 我说不会直接上 因为要坐右肩 因为这个地方 你要把它看成左肩 结果呢 隔天就一根大长黑 我说不用怕 不用怕 因为他要坐右肩 所以必须要这样来回洗 来回洗 有没有 因为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 要做对称 结果真的就这样走 有没有 一掌一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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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季线 我说不用怕不用怕 为什么 因为要做对称的右肩 这个时候需要一根长红 长红的目的 要把季线往上拉 要把季线往上拉 当时的季线在10817 各位你看 隔天真的往上拉 季线就拉到10826 然后各位 再开高 我说不能追 因为时间未到 结果就开高走低 那一天来到了11,034点 我说不会一次过 结果各位 隔天又一根长黑 当你害怕 我说不用怕 本来就如预期在这边震荡震荡 季线又电高了 10833 再来10836 一直到今天 有没有 到5月25号10837 到今天5月28号 季线已经电高到10840 好漂亮 而且亮出来了 所以预估再两三天 再两三天 就有机会往上攻 就有机会往上攻了 而这个时候各位 你不用担心什么 11270 那个根本不是压力 那个是避过的 懂吗 到今年的年底 你的终极目标 要看12000点 这是我对大盘的看法 好 问题就来了 当大盘在震荡震荡 右肩的时候 我给你什么股票 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极其够低的股票 我要你买得很安心 然后呢 你给他时间他给你空间 比如说 来我们来看 6456的GIS 有没有 我送给各位的母亲节礼物 到今天再创的波段新高 收200块 我送给各位母亲节礼物 是179.5 而今天收盘再创 近期新高 告诉你一件事 他要往230 250迈进 我们一样还报牢继续赚 你有参与母亲节礼物的 我一样告诉你报牢 你波段单报牢 好 还有什么波段单呢 来各位 3673TPK 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它的净值在88.83 没错吧 今天来到66.8 还有22块 我当时告诉你的时候 还有25块 你不要嫌他慢 他是很安心的标的 回到净值 各位 你一张就赚2万5 好 再来 各位 520我给你的什么 神盾 有没有 神盾 5月14号送给你的 我说你看我带你买 就是买这个 W底成型 而且第一季的EPS 还近7季以来新高 低基期低本益比 我一直在强调这两件事 低基期代表你买的很安心 买在底部 低本益比代表什么 产业面没问题 所以5月14号 再平盘 就带 会员买进 137.5 结果就发觉到 你是买在这里好安心 对不对 我要给你看他的报告 他的研究报告 各位 这个你都看过了 3D感测 人脸辨识技术 各位 这个都是下半年很夯的题材 然后开始慢慢走 各位 他都没有涨停 各位你会发觉 对老师他没有涨停过 他就是慢慢走 你要的是涨不停 而且是买得到赚得到 有没有 你就发觉他就这样慢慢走 一直到昨天 一直到昨天让你看到一件事情 哎呦终于看到涨停板了 昨天各位 你看我就慢慢的跟你介绍 新闻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老师 哦果然 每一次都是这样 他告诉你说 他在Android阵营3D感测 人脸辨识 进度落后了苹果 所以今年在新款手机的生物辨识 会以指纹辨识为大中 神盾不仅手握三星智慧型的订单 也成功争取到大陆手机大厂的新订单 所以各位 神盾投入了3D感测技术研发 今年底渴望出货 好消息出来 你就发觉到 蹦掌停 那上回是不是告诉你 好了我不要了 我就是等 我就是等 等这个消息出来 好消息出来各位 你有没有发觉到 从137.5来到157 你说老师今天有更高 对 各位你来看今天有更高 果然有更高 没错 今天有更高 有没有看到 今天的更高点是163.5 可是各位你来看这根跟这根 基本上我不要了 够了 当初是说你只要来拿520大标股的 我至少送你10块 到昨天我是送你19块 够了 我要你把资金移到原项 没错 对老师 你昨天是这样讲 你也可以看昨天我怎么讲 你上网去看 我说我要你重新买这里 赚未来这一段 买在109 109我买 昨天 5月25号 然后你发觉到 神盾你少赚 没关系 109下来112 今天到114 有没有 才隔一天 到了114 我说未来你又要看到这些题材 会登在报纸上 那个时候 就是原项已经标出组身段了 我说原项拥有丰富的类比IC设计 影像感测处理的系统的IC设计经验 所以它是全球CMOS影像感测器应用IC的领导供应商之一 而最重要是什么 各位 未来的产品 未来的主轴都在 各位都在这里 你会陆陆续续的看到 未来这些东西智能手机 滑鼠触控平板 监控摄像机 汽车摄像头 数位摄影机 各位 电视机上盒 遥控器 家电医疗 你会发觉到的是 所有现在最流行的题材 各位 在哪里 物联网 人工智慧 车用电子 脸部辨识 3D感测 这都是未来影像感测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商机 我看的是这个 所以为什么我告诉各位 买股票是买未来 买股票是买未来 我知道今天的被动元件还非常的夯 但是我还是奉劝各位 如果你是空手的 不是现在切入 你说老师我早就切入了 恭喜你 设好停利点就好 我还是这样告诉你 祝福你 但是如果你是空手的 我宁可你来布局是未来会大涨的 走主身段的 所以我把神盾 获利出清之后 我直接告诉你 开始布局 原相 他没有涨停 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这是你看得到的 好 接下来你看短线呢 哇老师5月15号你送给我们汉与伯 5月16号你送给我们橘子 5月21号你送给我们先进光 你都是完全公开操作 有没有 那各位来看一下 当你看到的时候 我们来看大盘 从大盘的角度你会发觉到 5月14号的时候 我送给你神盾 5月15号我送给你什么 汉与伯 你看到一件事情 这叫短线的标定 然后我告诉你 你也不用再追了 懂吗 5月15号你也不用再追了 因为这不是你要追的 已经来不及了 5月16号我送给你橘子 你也看到 我也告诉你不要追了 5月21号我送给你先进光 你也发觉到都飙上去了 我要你做什么 还记得吗 上个礼拜我说 今天是最后买点 你再不买也没机会了 一通电话就是你的 我是不是送你这一档 我说你买在这里 你晚上睡觉都会笑 因为大家在怕万一 大家都走万一走到四 但是你买在3000点 你就买在3000点的位阶 再来 融资一直减 融资一直减 籌码好安定 融资一直减代表什么 散户一直退 所以投资人不喜欢他 但是籌码跑到谁那里 跑到法人身上 再来 我用你看得懂的指标 KD 在第一档黄金交叉 我说随便一涨 未来一个波段就是超过50% 所以我是不是告诉各位 汉语博公开操作送给你 橘子公开操作送给你 仙境官公开操作送给你 如果你都没有赚到 没关系你就买他就好 买这一档三合一大标果就好 有没有 然后呢 我还给你看9点04分我买进 5月25号买在速速给 买在44块9 我说过50 让你看到过50我公开 是不是 你可以去掉昨天的袋子 那我今天不用盖牌了 什么意思 今天让你看到 有看到过50的价格 来仔细看 仔细看我都不要动 好你就看我就把它翻开 他叫80765 哦老师对 果然是买在 大抵完成3000点的位阶 好你再看抠讯 三合一大标果80765 请把握市价买进 9点04分 对不对 昨天我还贴住 今天不用贴了 我说过50才能公开 今天5月28 假日打来的新会员 我说这是最后 礼拜一就是最后买点 没错吧 一开盘9点01分 你还可以买在这里 我还印图 你还可以买在这里 今天的相对的低档 结果就冲上去了 你再看一下 今天最高来到50块4了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 老师 你说会过50块才公开 果然过50 而且好快哦 我就去告诉他 是最后买点了 全国会员可以做见证 所有打电话进来的都可以做见证 甚至于在网络直播我直接公开 好高兴啊 今天看到过50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呢 我要告诉各位更精彩的是什么 各位再过几天 这个礼拜五就迈入了6月1号 各位6月份有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第二季 各位第二季 就只剩最后一个月6月份 那集团要做账 有的集团要做账 但是有的股票集团会结账 那现在要告诉你是集团要做账的标的 有一个月 他要做哪一档 来各位 你注意看这一档 我把它取名叫6月第一标 各位 如果三合一大标股 你又说老师我没有 我没有打电话 我说一通电话就是你的 从449今天已经到50块4了 短短一天超过10% 现在我告诉你最新的6月第一标 明天开始布局 一样 你只要拨一通电话就是你的 如果你连打一通电话勇气都没有 我就没有办法帮你赚钱 来看看他的现行长这样 这个叫WD 记清楚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捷径缺口 所以捷径缺口是什么意思 在往下修正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捷径缺口 告诉你跌不下去了 跌无可跌 无需再跌 所以确认第二只脚 今天出现一个突破缺口 又代表什么意思 告诉你我要往上攻 所以叫做WD成立 好 再来低基期 再来低本益比 再来它是集团做账的标的 这个集团你一定认识 这个集团旗下有12档股票 但是各位 在过几天卖入6月份最后一个月 我请问各位 集团要做账 是做已经创历史新高的股价的个股 还是 现在 才刚打底完成 而且表态 而且低基期低本益比 当然是做这一档 当然是做这一档 我又找到了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三合一大标股 五封的投资朋友 你不用再帮我们会员抬教 你是空手的 你不用帮我们抬教 因为你抬不了教 我不需要你抬教 我要你来迎接的是 六月第一标 各位 还有两三天 马上就六月份了 我要你领先市场 我要你领先三大法人 我要你先买好 你就可以享受三大法人帮你抬教 所以善为今天很高兴 来六月第一标 我比照办理 只要拨一通电话 就是你的 六月第一标 待会广告自己好好把握 我们休息片刻再回来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再次回到现场 我相信各位台北股市大盘该怎么走 上回领先市场告诉各位 就像大盘5月14号在这边 有没有 我说开始要做右肩的震荡 不会直接上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个左肩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间 我推估到5月底 就会整理结束往上攻 但是这段时间我给你的股票很明确 有低基期的个股 也有强势的个股 一档接一档 来各位你看 从汉宇伯 天啊 但是我也不可能卖最高 是吧 到橘子 你看 昨天还提醒你不要再追了 好不好 不要再追了 先进光 我也提醒你不要再追了 我要你买三合一的 五峰我也公开答案了 你也发觉到真的 他就这样工 过五十我也公开 说到做到 今天让你看到五十块四了 那么主流在哪里各位 更不用想 上位是不是告诉你 主流就是这里啊 工业4.0的时代来临啊 什么叫工业4.0的时代来临啊 各位公控市场进入物联网的应用 包括智慧程式的基础建设 各位智慧程式的基础建设 第一个你想到的就是5G 第二个叫公控自动化 第三个叫机器人 第四个叫车用 所以你会发觉到 对老师现在所有的零组件 只要跨入车用 哇商机无限 对不对 这一波的被动元件 光学元件 甚至于所谓的 未来的3D感测影像 只要跨入车用不得了 因为上回说过了 在物联网的结合之下 会依注15种半导体营收 其中会有6个来自于车用市场 所以你会发觉到 越来越多人跨入车用市场 然后呢 哇营收获利都大成长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 上回领先的告诉你 而且带你进带你出 所以各位来 你还没有加入上回LINE AT好友的 一定要好好把握 我说每一天 先记住 上回的LINE AT ED12888 很简单 为什么取名ED12888 一定要你发发发 每一天盘前 国内外的财经焦点 提早帮你掌握 直接传到你的手机上 你只要加入LINE的好友 第二个盘中网络直播 马上跟你分享 盘中网络直播在10点半 所以各位你就会发觉到 上回在盘中网络直播 从神盾 汉宇博 橘子 仙境光 到五峰 每一档 都在网络直播 直接公开 所以很多人赶快加入LINE AT 为什么 你不用等到收完盘才知道 盘中就知道 盘中就知道 不是等收完盘才知道 又来不及了 好 再来 盘后电视解盘随处上手看 有没有 因为有太多人可能 有做生意的 当医生的 或是在足科 无城市里面的 你哪有时间盯着电视 看人家解盘 但是你只要有手机在 你都看得到 因为我们会把 电视解盘的影音档 传到加入LINE AT 好友的手机上 再来就持股见证 你手上有搞不懂的股票 到底要怎么处理 都可以直接给你回答 各位 这些 加入好友都是完全免费的 就像三合一大标股 有没有 今天一样 在网络直播就直接公开了 我说你错过了汉宇博 错过了橘子 错过了先进光 三合一大标股 你只要打一通电话就是你的 你只要付出行动 这就像我讲的 要当一个赢家 千万千万不要用想的 你是要用做的 想是问题做是答案 输在犹豫赢在行动 所以你只要拨通 打一通电话 各位就带你操作 就这么简单 你就会发觉到 大盘都没动 还在这里整理 都还在这里整理 可是一档接一档做给你看 从汉宇博到橘子 到先进光 各位都一档接一档 到今天才公开了五峰 我说过五十我公开 说到做到 你又再一次赢在起涨点了 有没有 而且各位才刚开始 因为你买在三千点的位阶 才刚开始 这个是波段标股 随便一涨都50%以上 随便一涨就是50%以上 就像我当初告诉你 你又不相信 我当时告诉你是21块7 我说他净值在37.17 对不对 对老师你讲得好清楚 所以你要看得到未来 同样的道理各位那五峰呢 你接下来会看到 哇他涨上去的时候 利多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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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他的 在美国的彩票期 PostG 甚至于转投资的 水浒门 供电 俄罗斯的赌场 今年都是获利大成长 慢慢的你又发觉到 原来都是股价涨上来 自然就有利多来包装 但是上午要你领先市场 所以我昨天告诉各位 我还公开的告诉你 9点04分出手了 对不对 44.9 过50块才能公开 结果老师 讲完没多久 真的就过50块了 你自己看 最后买点就是最后买点 今天就过50块给你看 好快啊 好快啊 那我请问各位 这不是你要的吗 这就是上尾讲的 你不要指望说买最低 不可能 但是买起飙点 你就会发觉到每一档股票 我给你的叫做起飙点 时间不等人 我们在跟时间赛跑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要布局这一档 各位 最新最新的6月第一标 我一样比照办理 一通电话就是你的 为什么要买它 来请看 各位 各位 再过几天迈入6月份 6月份要干嘛 各位6月份要干嘛 第二季结束 第二季的季底要做账 集团要做账 请问 要做账的标的 是做现在已经创新高的个股吗 还是做底部起涨的股票 当然是做底部起涨的股票 已经高基期 已经创历史新高 他要做什么 做结账 他要卖出啊 但是呢 在集团里面 还有股价委屈低基期低本益比 最重要是什么 来各位 再从技术形态告诉你 当他出现这个捷径缺口 确认 这个叫做第二只脚 对不对 今天要出现突破缺口 确认他要往上攻 好再看基本面 低本益比低基期 这个集团是大集团 这个集团旗下有12家公司 12家公司 那会做账就这一档 会做账就这一档 为什么 你问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都已经 在高基期的水位 其他的已经高高的 所以只能做这一档 非做不可 所以如果你也错过了 80765峰 我公开了三合一大标股 你已经错过了 你也不用帮我抬交 你也抬不了交 你就来买这一档 6月第一标 6月第一标各位 你买在WD 你买在低基期 低本益比 各位集团作战标的 提早给你知道 提早给各位 6月第一标 一通电话 拨通 就是你的 也希望各位好好的把握 也祝各位操盘顺利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